来录一个做地形的视频 这个是重庆的一个范围 先把这个范围找出来 画一个主电话 这个是重庆的一个范围 凶着说个人 这个是重庆的一小去 这里是重庆的一所 对重庆的一点 我先发现重庆的原因 一般的接量比对方提供的图要稍微大一点 OK了 差不多了 该要的范围都在里面 双接 因为我们是要的这个边界 选了一级别 这个是重镇局部地形 这样边界KML我们就获取到了 MAX2010 因为这边是个重镇和公主席的位置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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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 下载的边界 KML文件 点OK 这样它就会自动获取数据 画的是个矩形 它就等于把这个矩形内的所有的高层 跟地球一样自动生成 等待就行了 中间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根据你这个电脑的网络 以及电脑的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反正你把那个 边界导进来 你就等着它就行了 它都是自动的 OK了 这样就出来了 这个可以删掉 默认的这个右边的这个网络 可以改一下数据 长宽 这个应该是宽度 因为这个模型主要就是由面固成 底下这个板 为了小面可以不要 把这个钩掉 把这个钩掉 看看这行不行 好像还是差点一点 1200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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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我好像还是差一点 120 800 看不到 那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以后 要给它贴个贴图 在这里 属性里都把这个勾勾了 要不然贴图贴了 你看不见 去下个贴图 贴图 贴图 一般不超过两个G 超过两个G太大了 贴不上 嗯 贴图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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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三维模型设计的格式特别多 所以说只要是三维模型 要什么格式有什么格式 OK